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追求你 好不好 餐厅在里面 你先进去 我把车停完就过来啊 刘雨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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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嗯 啊 男后来 他多付钱 好 在这儿 我们的风格 没什么 我没什么 这是 对 我没什么 我没什么 这是 我没什么 我没什么 我无所拥 晚上好 白玺大神 晚上好啊 白医生 跟我来 哇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回报 对啊 来 怎么样 喜欢吗 确实还不错 白医生 你是不是一个富二代啊 不是啊 怎么这么问 你看啊 以你一个医生的工资呢 怎么可能报下这么大一个餐厅啊 你应该是个隐藏的富二代 你妈什么时候拿着五百万 让我离开你 你想多了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 这里啊 是苏泽林家的餐厅 他主动提出借给我的 到手的五百万没了 你别乱想了 赶紧吃吧 好不好吃啊 嗯 挺好吃的 八十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嗯 这是我近几年吃过最好吃的餐厅 你等我一下 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冷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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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什么啊 你敲开就知道了 我敲 这是你 这是高中时候的我们吗 不要 是你说的表达感谢 要有仪式感 这个是你之前在漫画里说的 搞得确实有点可爱呢 我都不舍得吃了 那正好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可以听完了再吃 你该不会需要和我求婚吧 我失 不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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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搞得这么有仪式感 我刚刚还以为我会敲出一枚钻戒呢 这我如果真的跟你求婚 你就这个反应啊 倒也不至于 不是 那个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请客 我觉得我们才刚重逢不久 还需要时间 而且之前你有你的秘密 和你的顾虑 我可以慢慢地走近你 等你敞开你的心扉 可是现在你我之间 都再也没有秘密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追求你 好不好 面对这张脸 谁能拒绝啊 但是再见面 还不到三个月呢 我就这么沦陷了 也太没原则了吧 我想先去个洗手间 小心 这就是你说的 有机拥有腰的地方吗 是啊 你刚刚在餐厅里面跟我说了那些话 你现在又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家还离餐厅那么近 我现在怀疑你居心不良 这真的是巧合 店确实是苏泽霖借给我的 而且我住这儿呢 成交比较安静 每次我去医院上班 就只需要二十分钟 走那个缓程高速 信任问题你可以待会儿再说 我先给你上磷药 好了 我先给你上磷药 小心点 你刚刚在餐厅里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你 你要拒绝我 我不是 我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现在 不能确定 其实 你不用那么着急给我答案 你只要不拒绝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为什么这么包容我呀 上次在西餐厅 如果我最后没去的话 你会失望吗 不会啊 这一次不来 我就等下次 下次不来 我就等下下次 下次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